哇 我吃东西 好想打喷嚏 大家好 我是玩机探索生活的凯莉 今天呢 小艾莉 嗯 出现吧 我们要来探索Yummy冰箱玩具 那么 探索开始 今天凯莉和小艾莉要给朋友们介绍一位可爱的朋友 嗯 首先 看到这上面两个可爱的小动物了吗 这是两只Yummy Pet 这个朋友是小马 名字叫小跑跑 这位朋友是小乌龟 名字叫小龟龟 来 先放在一边 这里还有两个Yummy冰箱 一个是白色的 另一个是粉红色的 因为冰箱是以粉色为主 所以是粉色的冰箱 那么 我们现在就来打开冰箱看看 好 拆开之后呢 有两个小冰箱和Yummy小动物 那么 我们先用这个贴纸来装饰一下冰箱吧 呃呃 冰箱装饰得如何呢 是不是很漂亮呀 哦 那么 我们现在打开冰箱看看 按下后面的按钮就会有声音响起 尿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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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哎呀 好像打噴掉了 小企鹅 你冷吗 这里应该是小企鹅洗澡的地方 嗯 那么我们现在把小企鹅移动到这里 打开这个卷心蛋糕 把它放进去 哇 我要吃东西 太打嗝了 好可爱 这里应该是小企鹅吃饭的地方 那么小企鹅现在走出来 哦 这里是哪里呢 放进去看看吧 看来这里是小企鹅便便的地方朋友们 哎呀 嗯 这样的话看这里面 哦 小企鹅现在心情好好 朋友们 你们看这里有个小爱心 把小企鹅放在这个爱心上 就会发出音效 还有 这下面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打开看看吧 呱呱呱 下面这一栏呢 里面有西瓜 还有游泳圈 我们把小企鹅放在这个游泳圈上 然后转动下面这个转盘 小企鹅就会自动旋转 咻咻咻咻 咻咻咻 转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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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企鹅在玩水呢 哇 好开心 耶 但是朋友们 小企鹅为什么要生活在冰箱里呢 小企鹅 你为什么生活在冰箱里呢 嗯 这是因为我喜欢吃冰淇淋 啊 冰淇淋 哦 难道是这个吗 你也有吗 小爱丽 嗯 我也有一个 哦 看来小企鹅很喜欢冰淇淋呢 哦 朋友们 你们看到了吗 这个冰箱侧壁 就是放冰淇淋的地方 这样 小爱丽 正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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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朋友们 小企鹅很喜欢发出声音 将它们扣挤在手掌上 它们就会发出声音了 好可爱哦 小企鹅 朋友们在看啦 哦 还有 哦 朋友们 你们看 小企鹅还有一个随机的冰淇淋小盒子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 小企鹅的礼物是什么 哦 哇 是什么呀 牛奶 哦 朋友们 把这个香蕉牛奶的贴纸贴上就可以了 来 现在已经做好了 将做好的牛奶放在刚刚西瓜的上面 将 那么我们小企鹅玩水的时候 如果口渴了 就可以喝牛奶了 还有 这里还有小企鹅的朋友们 小萌萌 小萌萌 快给朋友们打个招呼 哦 哦 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萌萌 哦 哦 那么 我们给朋友们展示一下 把小萌萌拖起在手掌上 它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 哦 哦 哦 有点像小狗狗的声音呢 啊 真的有点像小狗狗 我们来看看小萌萌的随机盒子里面有什么吧 小萌萌有一个小冰块 那么我们现在一起在这里愉快的玩耍吧 我要去上面洗个澡 哦 看起来她的心情很好 哦 还有我们还有其他朋友 孩子们快出现 啊 为什么叫我们来 啊 是小朋友 你们好 哦 朋友们 刚刚向你们打招呼的 是小跑跑和小龟龟 小龟龟呢 喜欢吃这种三角寿司 小跑跑呢 看到这个布丁了吗 它喜欢吃这个布丁 好的 那么 我们来看看小跑跑的随机幸运盒子里有什么 是布丁 哈哈 是布丁呢 哦 我们的小跑跑真的很喜欢布丁呢 来 我们看看小龟龟的幸运盒子 有珍珠的贝壳 哇 好好看 真的很漂亮 对吧 嗯 朋友们 还有这个Yummy Pet 除了有可爱的小动物 还有找路游戏 找路游戏呢 还有一个可爱的图纸 这个看起来像是迷宫地图 哦 这里还有寻找藏起来的Yummy小动物游戏 这个呢 我们之后再一起玩吧 嗯 那么 邀请所有的小朋友去冰箱里玩耍吧 好呀 哦 好开心 好开心 耶 哦 凯莉 能不能帮我把冰箱的门关上 一直开着 很浪费电呀 哦 原来还会这样 好的 我知道了 我来给你关上 愉快玩耍吧 愉快玩耍吧 哈哈哈哈 哦 我们现在很开心 就不要打扰我们 哦 我知道了 哈哈哈 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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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